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战神一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九集 那么上个礼拜呢 一直在忙这个战神三 现在战神三总算是告一段落 引来了大结局 那么咱们就可以回来看这个战神一了 那做完战神三呢 这个空间肯定要冷清不少 毕竟很多人都是冲着战神三来看我的视频的 那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继续追看我的战神一 虽然说是这个很老很老的游戏了 那人气自然是比不上战神三 但是凡事总有个开头嘛对吧 那这个视频呢只要有一个人看 我就会继续做下去把它做完 好上一次这个说到 这边这个推箱子这里 还有有人问那个存档点旁边有个水池有什么用 这个是没有用的 这边刚才说那个调查那个机关呢 说缺少一个把手 那么这个把手呢就在这个地方 好这里有四尊十项 可以用空中一个LA架圆圈全部打碎 这里的开关呢 那以后咱们再来搬 现在我们拿到那个开关的把手以后呢 就回去把这个把手给安上 安上以后呢就可以转动这个摇瓣 降下来一个笼子 里边呢有一个估计是雅典的士兵吧 反正是个无辜的NPC 他说哎太感谢了 总算来救我了 他说哎你快点帮我把笼子打开 你在等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一起回雅典 哎克里托斯说 众神是需要祭奠的 哎那么这个家伙呢 就是咱们的活祭品了 哎他在求我们奎耶放过他 这是不可以的 这个家伙呢 一样也是非常悲剧 要充当一下咱们通关的道具 好这边咱们 推上去呢 注意这个放在这个位置 让这个笼子滑下去呢 被这个石头给卡住 这样的话就不会白推了 毕竟这个是个下坡 如果你不去管他呢 这个笼子会一直滑下去 这种杂兵也是比较难对付的 尽量用空中投机 好一旦没有杂兵呢 赶紧去推这个笼子 好这边看看还没有出杂兵 那么咱们就推到下一个这个 有石块的地方 好这个杂兵 你别来打我 别来打我 好 把这个笼子放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呢 咱们就可以专心对付敌人 这边刷出来三个 好咱们换成这个美毒杀 好那边又刷出来一个 正是源源不断 这个地方推笼子就不要着急 把人清光再去推会比较安全一点 要不然的话就比较拼人品 放个这个布塞冬之怒 可能现在反正魔法无限 这个敌人经常会防 好像挑空不太容易 好那边好像又杀人了 这个比较讨厌 好像HP不多了 咱们放一个 布塞冬之怒 然后可以到前面那个 加血的宝箱里去加一下 好这边因为杀的不够快呢 这个杂兵就出的比较勤快了 这边现在是四个 好干掉两个 好像还没有新的人刷出来 这边是打的比较窘 浪费了很多时间 这个空中本来我想按圆圈投气的 但是按的时候大概是L1没有及时松开 结果就变成刚才那招了 好这个人也解决掉 这个也是暗箭失误 没有及时松开圆圈 没有及时松开那个L1 这个这边的杂兵呢 虽然是这个无限刷 但是说 并不会无限出红魂 你杀到一定程度呢 他们这个死掉就不会掉红魂了 这个游戏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很多一些无限出敌人的地方 为了防止你在这刷红魂的 这个敌人出到一定程度 他就不刷 不刷红魂了 诶 这个直施跳上去没有来的直 那先把这个干掉 两人动作非常整齐啊 赶紧用这个魔法 速战速决 好 那赶紧推到 这个地方万一他滑下去呢 问题也不大 好 MOS已经推到这个平地了 好 防止家伙也石化 石化的敌人打碎掉呢 是有15点红魂奖励 好 可以看到刚才那个敌人 他没有掉红魂 说明这边敌人都已经刷得差不多了 现在咱们这个红魂还是比较缺的 然后把这家伙呢 放在地上那块地板上 然后拉一下这边的开关 那这个人就非常悲剧了 充当了这个祭品 那这边呢就会打开这个 接下来的这条路 那咱们再回去开一下 诶 这边又有敌人 好 咱们把他石化 诶 让我过去 好 咱们在这个洞里头 这样的话就是划山一条路 他们只要进来呢就被石化 好 听到这个被石化的声音了呢 就可以出去攻击了 好 然后沿着这条道路 继续往前走 现在咱们的当务之急呢 是要把这个美杜莎 美杜莎的石化给他升到二级 这样以后的战斗会轻松不少 而且红魂也会比较多 从那个就是斗鸡场的三头犬 就是那个大三头犬和小三头犬 那个夹杂的那场战斗开始呢 现在的战斗都会越来越难 然后又伴随着这种新的镰刀杂病出现 那么咱们现在如果说只依靠武器的话 打起来就比较吃力了 所以说适当有时候也会用一下魔法 那么刚才这个地方呢 是拿到了一个波赛东的三叉级 那么有了这个神器呢 咱们回忆就可以游泳了 这个神器也是从一代沿用到三代 然后刚才这个水边 左边那个踢的爬上去呢 有一个这个凤凰羽毛 现在咱们还差两根 然后右边那个踢的爬上去是个对称的那个位置 是个绿魂宝箱 咱们就不开了 那水底下这种有裂缝的墙壁 可以按住R1蓄力 然后把它冲碎掉 那按住R1游泳也会比较快一点 好咱们换成这个波赛东之怒 这边有非常多的小型第一犬 这个呢咱们可以用波赛东之怒 也可以用这招L1加圆圈 三下以后就可以干掉一只狗 应该说是干掉屏幕上所有的狗 好这边又刷出来很多 那咱们就一直跳到空中用L1加圆圈这招 非常赖 这招在那个通关以后的斗鸡场里面也有不俗的表现 主要是它的吹飞效果非常好 可以把敌人打出场外 大家注意这个BGM 这个BGM也是非常非常经典 从一代开始 然后三代的这个一上来的泰坦 那个盖亚身上的那场第一场战斗就是这个BGM 然后最后打宙斯老爷子也是这个BGM 这个旋律虽然说是稍稍变奏了一下 但是主旋律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那么到这个地方呢 主要就是来掰一下这个机关 然后那边可以看到升起了几个台阶 那咱们在原路返回 沿着那个台阶爬上去 这个地方的这个鸿门宝箱 如果说你的这个石化之眼没有收集齐呢 这边会是一个石化之眼 好这边回来呢 可以看到刷出新的敌人了 就是大的三头犬 这个一定要及时把它石化掉 然后远处的这些蝙蝠 如果把它石化它会掉下来直接摔碎 这个旁边有三头犬的干扰 石化不太方便 先把这个大的给石化了 好这两头三头犬呢也是顺利被石化 剩下这些蝙蝠呢就比较随意了 像这样石化把它们摔碎也是可以的 空中干掉也是可以 但是最好不要用那个圆圈的头剂 这样的话它是不会掉红魂 比较好的当然是这个空中石化让它摔碎 这样还有三十点额外的红魂奖励 不过这就比较耗蓝了 如果说不用这个魔法无限的bug的话 操作起来就比较有难度了 这个石化要经常留给那种强力的敌人 好这边有个双色宝箱 咱们暂时无视它 其实我不认确定以后会不会回来 这个地方我估计以后不会回来了吧 好咱们游到水底呢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这个波赛东的考验 应该说这一段才比较像这个波赛东的考验 之前的那一大段跟波赛东好像没什么关系 好这边看到是这个海之女儿 咱们可以上去暗原 把它推倒 好这个家伙逃走了 那么有一些这个海之女儿呢 它是会给你奖励的 比如说像凤凰羽毛 好这边好像是个波赛东的这个神像 好这里这个有裂缝的墙壁呢 直接阿姨撞碎它 撞碎以后里面有一个这个海之女儿 那么咱们也是上去强行推倒 那这个呢就非常大方给了一根这个凤凰羽毛 好咱们先往这边走 欺负这家伙他不会下水 好像这种三个杂兵从一个方向过来 那用石化是最划算的 好剩下这一个杂兵 咱们就用这个混沌之战把他虐死 可以来个巧空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双色宝箱 咱们等它变成绿颜色的时候把它打开 然后这边的墙壁呢也是可以破坏的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罐子 咱们可以用这个方块方块 然后按住方块那招 然后里面也是一个红红宝箱 这个地方好像就是说 如果前面谬斯的钥匙少拿一根的话 这个地方会是那个谬斯的钥匙 咱们现在两根这个谬斯的钥匙都有了 所以说它就变成了这个红红宝箱 然后咱们继续前进 这次是往这个右边 好注意这个鬼门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鬼脸 咱们从它的嘴巴里进去 这个地方呢要调整好高度和角度 然后一路冲刺 抓紧时间通过这道这个机关 可以看到远处四周围的这些针刺机关和齿轮 都是慢慢的在这个缩拢 那么如果固定时间内规定时间内没有逃出的话 就直接死亡 这个机关还是有点有点恐怖的 好这边咱们先不着急上岸 到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堵这个有裂缝的墙壁 然后里边有这个红红宝箱 这里的红红非常多 然后到对面这个和它对称的这个位置 也是同样 那现在两个宝箱都开掉了 咱们现在是有11条红红 那就足够升级那个美毒沙了 好美毒沙的凝视 把它给升到二级 将会变得非常非常强力 大家如果想 斩这个红红的话 最好是优先升级这个美毒沙 那么这个之前呢 我是可以看到这边多出来的两招 一个是L2加这个三角形 发射一束这个美毒沙光线 不是像那个L2加方块那样持续罩着 它是像这个散弹枪一样喷出去 喷出那么一发 然后普通的杂兵呢 就可以直接实化 就像这样 短时间内将这个敌人实化 但是这样也会比较耗魔法 哎被打下去了 那还有一个新开出来的招式呢 就是空中用这个L2 也是同样的发射一束这个光线 咱们用一下这个吹飞机 之前呢 这个在战神1的这个第二集 好像是第二集吧 这个动听的BGM又来了 那个在战神1的第二集呢 这个看到有一位叫动作游戏迷 这样一个观众的留言 他讲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怎么样 在一周目尽量多的 赚取红魂的这样一个贴子 应该说他是留了非常非常多的留言 一边留了好多条 然后每条都很长 讲的也非常非常详细 那么也是在这里感谢他 里面很多这个技巧 我也是不知道 比如说这招 将敌人挑空以后发射一束这个梅图沙的光线 就可以让他石化以后掉下来直接摔碎 就像这样 赚取额外的这个30点红魂 咱们来试个挑空 好空中一个L2 也是可以达到一样的目的 那这边的人清光以后呢 咱们这个红魂也是赚了不少啊 好这边这个开关咱们拉一下 现在有了这个二级的美都沙呢 很多这个清醒的杂兵就可以用这招 直接秒杀 不但是打得非常快 而且这个红魂也是特别多 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这个魔法 那我觉得这种打法非常适合我这样的 使用魔法无限bug的这种玩法 好咱们这个原路返回 又要过这个鬼门关 这边调好高度和这个角度 然后一口气冲过去 中间尽量沿着这个直线行动 如果这个走S型路线的话 会比较浪费时间 好这次也是安全通过 那么这个 对应该往这边走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这个波赛东的那面神像 那个浮雕就不见了了 那咱们就可以继续前进 好然后在前方看到一个存档点 咱们先往左边前进 这边有一个有裂缝的墙壁 直接撞碎 里边又是可以推倒的 好不过我这个人好像没什么东西 那咱们保险起见还是要来一下的 好这里可以扶上去 扶上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会有四个隐藏宝箱 红魂也是都是非常多 好开完这四个宝箱呢 咱们的这个波赛东之路也是可以升级的 也把它升到二级 因为这个美毒杀三级 它会非常要需要非常多的这个红魂 那咱们以后再升 先把这个波赛东之路升到二级 然后这个多余的红魂呢 可以升级一下这个叫做宙斯之路 虽然说咱们不太用 但是它这个非常便宜 这叫750颗红魂 那就顺便把它给升了 那这个波赛东之路升级以后呢就是范围更广 攻击力更大 同时可以连点圆圈增加这个攻击力 好这边又有这个波赛东的石像了 右边的墙壁 可以看到是可以破坏的 然后这个藏得非常好的 海贞女儿呢 就是会给我们这个奖励 好那么咱们也是拿到了最后一根这个凤凰羽毛 好魔法槽的上限也是增长了 那虽然说血槽和魔法槽还是可以继续长的 但是就不能通过这个石化之眼和凤凰羽毛了 咱们需要去谬斯房间进行最后一次这个增长 让这个地方当心要用阿易蓄力速度冲过去 不要被这个推过来的机关给压到 好等它过去以后呢 直接阿易两次冲刺到下一个这个挖地里去等一会儿 那就是这儿 好咱们这个保险旗舰再等一论 好像还被它割到一下 那继续一个冲刺呢 就可以到这个地方 那就安然通过了刚才那个机关 也不要小看刚才那个机关 还是因为是祭死的机关 所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 大家玩的时候也要非常当心 那么到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景 咱们浮出水面看一下 好这边有暗 但是暗上有这个牛头 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牛头 咱们从那边上暗 避免这个一上暗就被他们阴 那宙斯之怒升到二级呢 就是可以用L2加三角形蓄力发射这个闪电键 这样的话攻击力会高一些 好咱们用一下这个升级以后的波赛洞之怒 可以看到非常强力 好牛头还是老战士 像这种大型的敌人 像这种大型的敌人L2加三角的这个石化 要两发才能石化 通常听到刚才那个音乐 就是敌人消灭干净 好这边双色宝箱 咱们先留一留 这边先拉机关 好可以看到升级很多台子 咱们跳过去 这个尽量走到边缘再磁跳 要不然这个会够不着 好这些为什么要速度跳过来呢 因为这些台子它是会降下去的 所以要速度一点 让这里用方方三角浮空以后 L2加三角喷一下 就可以让他们直接摔碎 或者用空中的这招也是可以的 好这边两个跑箱 我估计应该 本来应该是这个石化之眼和凤凰羽毛吧 还是说本来就是红魂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每次玩到这儿 这个石化之眼和凤凰羽毛 都已经收集齐了 那这边这次回来以后呢 开一下这个绿魂宝箱 那存档点咱们还是无视 好这边再拉一下机关 那么远处那个雕像呢 估计就是波赛东的老婆 叫做 海之皇后吧应该是 可以看到跟三代里面 那个波赛东公主长得不太一样 那个应该是小老婆 好了这边这个游到最后一个石台的下边呢 可以看到是一个电梯一样的东西 好等它降下去以后 咱们就可以从这边走了 很多人在刚才那个地方会迷路 因为这个路比较难找 不会想到那个升起来的台子 它下方还有这么一个机关 好这边游到头呢 回到这个地方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这里还读盘一下 好就是这个地方 咱们应该是多次经过了吧 好又回到了这个潘多拉环形地带 那咱们从这边走到那个环形地带去 然后这边会刷出来盾牌兵 盾牌兵呢 用方方三角固然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咱没有LA加圆圈了 可以一次性打碎多个盾牌 再用一次 这样他们的盾牌那都没有了 可以看到LA加圆圈这招攻击力还是不错的 咱们不用石化喷 好这样所有敌人都解决干净的 前面封印也就打开 好这个地方应该是进去以后 就是那个会有滚石的那个地方 那咱们来往哪边走其实都差不多远 咱们现在的目的呢 是要找那个会有摇瓣的那个地方 就是第一次拿到那个阿特密斯之刃 那个地方 好找到了 这里呢咱们把它也转一下 转到那个密斯房间 密斯的钥匙 刚才转过去的那个好像是入口 那密斯的钥匙一共是两把 一把呢是在那个有个举着很大一个石头的那个阿特拉斯的雕像那 他的背后有一把 然后还有一个是在第一次遇到那种 他拿着镰刀的那种杂兵 他们这个打完以后往山崖上面爬上去 然后往右边走 有一个宝箱 往左边走呢 就是会继续剧情 如果说这两个你有一个没拿到呢 刚才在海底那边还可以再拿到一个 这样的话只要你收集起两把 就是这个地方只要你收集起两把这个钥匙呢 就可以来到这个房间 增加最后一次这个血槽和魔法槽的上限 好可以看到门上画了一共是这个七个吧 七个这个密斯女神 然后咱们再把最后那两个 补上这样一共是九个密斯女神 补齐以后呢这边门就开了 可以看到 这个小房间里面 这个小房间里有两个这个红纹宝箱 然后还有三个这个淋浴 淋浴的喷头 好这边这个是增加最后一次血槽上限 然后中间这个呢是红纹 好这边一共是五条这个红纹 差不多吧好像是 然后这边这个宝箱咱们也开掉 然后左边这边呢是蓝颜色的面具 也就是最后一次魔法槽的上限 那么咱们现在血槽和魔法槽都已经达到上限 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个增长了 好那么去好这个房间呢咱们下一个任务就是 当然刚才那个房间它并不是主线任务 如果说你要想打得快一点的话 刚才那个地方可以不去 但是你会损失这个最后的那么一点血槽和魔法槽的上限 当然你如果水平过高 当然可以无视了 那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收集一下 毕竟现在咱们是哈的难度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呢 就是去这个中间那个水池里 现在咱们是能游泳了 应该说是能潜水了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洞 咱们可以潜下去 好这个长长的隧道也是峰回路转啊 好 那么到这个地方呢 咱们接下来就是就要面对那个哈迪斯的挑战 后来到这个新的场景呢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扇铁门 但是被锁住了 然后在这个铁门对面的位置呢 有一个机关 这边可以发射这个很粗的那个木头 不过现在这个机关咱们还用不着 好以后要回来对付这个第二个boss 也就是米诺牛boss 好在这个存档点存一下档 那么这一期的战胜一呢就到这里 也是谢谢大家观看 这期前期打的比较窘啊 那么好 谢谢大家支持 咱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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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